香港藝人陳偉廷長相帥氣 在戲劇圈、音樂圈都有亮眼的表現 近期他擔任綜藝節目一起錄影把握、常駐嘉賓 期間首度公開了五年前大飛機的恐怖經歷 他表示自己當時在巴黎 乘坐飛機起飛約兩三小時後 一直聽見機場重複同樣的編號 又看見空服務員來回跑動 讓他和經紀人感到很緊張 接著旁邊的朋友指著窗口 似乎發現了異狀 直到空服務員說是在排油 他才鼓起勇氣望向窗外 看見飛機引擎噴出很多油 隨後飛機突然往下拐彎 大家都怕的喊出來了 讓陳偉廷心有餘悸的直呼 當時覺得自己要沒了 後來飛機降落在巴黎旁邊的機場 還被許多消防車包圍 足足在機艙內等了兩個小時 期間每位乘客出去接受檢查 過了一段時間才被放走 事後他才知道飛機起飛後 有人報警稱機上有炸彈 所幸最後證實是假消息 飛機確認安全後才得以重新起飛